Swing有些地方有些限制 可是在Swing Biological上面弹性的比较大 哪些有弹性呢 这边实际上就是一个自串的缓冲区类别 前面讲过Swing自串类别 在建立不能更改它的内容 我们只能使用指定叙述重新指定全新的自串内容 就是重新再负一个值 重新给它一个自串 这样实际上不太方便 所以如果说你要针对一个自串做什么呢 新增删除或修改的话 其实用Swing Buffer会是最好的选项 这里面的话可以做哪些动作呢 就让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Swing Buffer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针对自串 做一些内容的变更 当然要建立一个Swing的物件 Swing Buffer的物件也非常简单 这个类别名称物件名称 在记忆体里面配置一个什么呢 Swing Buffer把这个程式这两个字自串 透过建构值再把它传递到这个SB的物件 那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比如常见的应该是这个Append 就怎么样呢 Append就是里面后面我们加上 你可以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Chart的阵列 或者加上那个一个自串都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自串做串接动作 另外再来如果各位有需要什么呢 把那个自串做颠倒的话 比如说呢本来是从左到右 你要由右到左 把它做颠倒的话 你也可以用个reverse这地方 那这个方法这两个方法等下会用到 另外还有什么insert delete 然后replace 然后呢set chart actor 这几个其实都蛮常用到 比如说你要在自串里面再插入某些自串 或者删除某个自串 某一个字或某一个自串 或者取代自串内容 那个取代自串内容其实基本上很类似 很类似 但是它的传递的参数不太一样 那还有就是说呢 set chart 就是更改里面的这个字元 OK 那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方法 这边来看一下这个sample部分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第一个 我先建立一个stream buffer 那里面这个一个物件 里面放程式 另外的话呢 我直接往前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程式 然后呢后面再加一个 我们一个chart的一个阵列 就是java 中间加豆点 那原始的内容部分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丢过来 就是程式 程式两个字 那如果中间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你可以加字元 或者加字串都可以 那这边我加一个dash 所以变成程式dash 然后呢 在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 字串正列 就把这个上面的java 所以跑出来就程式dash java 那把它加上 那后面的话加上append 如果我要再加上一个 一个字串的话也可以 所以后面加上程式最佳教材 那后面的话再把它新增上去 上面部分是新增字串的部分 所以弄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弄起来 原始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原来的那个swing buffer 然后再加一个dash 对 在dash是从这边append的这边新增 所以加上去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变成程式dash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把上面这个chart的阵列 再把它放过来 用什么 用append 串接在后面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程式dash 应该是上面这个 那后面的话在串接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 所以后面在程式最佳教材 那再来的话删除 有关删除部分的话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一个是delete chart at 这个地方的话呢 后面加一个数字 那数字我前面讲 at的话 是应该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它的后面其实有个说明 index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要删掉 2的话实际上就是第几个字呢 第三个字 所以删除的话 如果我这边删除第三个字 就是来dash 所以dash就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就是程式中间没有一个dash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删掉前两个字的话 比如说这个程式两个字 删除的话 那非常简单 就是后面用sbdelete 然后呢 这边就是后面的参数就是star end starend 那starend的话就是它的位置 应该就是指了它的一个index 所以我从第0个字 然后删到第二个字 所以前两个字就被删除 所以看到的话呢 就前两个字删掉的话 就是这两个字被删掉 所以就剩下这个部分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先练习一下sb的新增 跟删除 好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stream buffer的这个新增 跟删除的练习 不过去下来 第一个字 我们先去下来 看我们先去下来 就是这个下来 我们先去下来 感谢观看